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讲座的能够受到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应该有三个关键词 但大家都知道主题是19世纪距离现在一两百年 那一两百年前的新加坡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都让人不禁的想一窥究竟 那第二个关键词当然就是词汇党 这个给人既陌生又神秘的感觉 或许我们大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这个部分 或许大多都是从文学或者影视作品中听到 像金庸小说里就提到天地会 名教等等 包括里面的主要人物称靖南都是英雄好汉 其实很多都是举着反清复明的义士 但随着战乱社会动乱 华人外移陆续来到了南洋 那也把这样的一个组织 帮会的组织形式移植到新加坡来 但之后演变成一种组织犯罪 那么今天讲座我们将探讨这样的一个缘由 那第三个关键词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今天的主讲者李国亮先生 李先生人气极高 相信今天很多观众都是他的忠实的粉丝 那么熟知李先生的朋友们都知道 他是本地非常有名的文史专家 他早年在新加坡和英国受教育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他是一个专业的传播工程师 所以这个部分是他用李先生的画 就是他人生的上半场的内容 那人生的下半场呢 那李先生希望说可以投入到本地文史的工作 所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一个 新加坡文史资料的收集研究 包括分享 然后也有很多一些出版物 像广东妈姐啊等等的书籍 他李先生也积极投入于华社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文物馆的建设策展等等 他目前是口徽造流医院文物馆 以及毕山亭文物馆的研究员兼策展员 最近他也跟我分享他积极投入中华主商会文化馆的建设的工作 所以非常首先非常感谢李先生接受大学的邀请 来主讲今天的讲座 好 另外一位我需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于为成博士 来参与今天讲座的 作为今天讲座的语谈人 那么新越师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有校友 应该对于博士不陌生 于博士多年在我们学校 讲授独家思想 以及中国历史 当然早年毕业于中国吉林大学的历史系 以及国籍研究所 后来在国大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 于博士也积极投入本地华社的工作 目前是新加坡花线会馆的副会长 以及广会照碧山亭子监视 兼博物馆的管委会副主任 所以谢谢于博士今天抽空来参加今天的讲座 那么在把这个话筒交给李先生之前呢 我想先说一下今天的讲座的进行的一个形式 那么当然是先由李国兰先生先做主讲 那么欢迎各位听众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通过Zoom Webinar 下面有个Q&A的那个选择 通过那个选择呢 用文字输入您的问题 进行提问 那李先生会就是事实的进行这样的回答 当然有很多观众也提前给我们发电邮 说能不能够用英语来提问 欢迎大家用中英文来提问 那李先生是双语人才 在英国新加坡数学教育 所以他都可以用英语或者中文来进行解答 所以这个就交由听众们决定 要用什么语言来提问都可以 好那么我们就事不宜迟 先把时间交给李国兰先生进行今天的讲座的主讲 谢谢 欢迎李先生 谢谢李伟雄博士的介绍 首先补充一点就是中华总商会文化馆 他的主要研究员车展人是陈丁慧博士 他也是前婉勤员的官长 那么还有一位很年轻的女生陈佩文 他们都是主要的幕后人物 不是我 不过我只是有幸后期参与 大家好 谢谢各位登陆 来看19世纪的新加坡社会社会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到当代社会党的话 可能今天的这场分享会就会令您小小的失望了 不过可以保证的一点就是说 我相信谈到19世纪的社会党 还是同样的精彩 那么虽然说是19世纪 可是我们今天是否还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呢 我倒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那么此外呢就是说 社会党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英文叫做secret society secret本身就是神秘的秘密的会社 所以要了解整个社会党的话 我相信是非常的困难 我只是我也希望说今天能够偷砖引玉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朋友 你们各有所长啊 而且可能真的是我虎长龙 那么如果您有更多的东西 有更多资讯可以分享的话 非常欢迎您 就跟我一起分享您的对这方面的认知 或许日后SUSS也可以帮大家拍一场讲座 对吧 好 那好 那么今天 就 好 我今天的谈话内容呢 主要是参考了这一系列资料 那对 首先就是说谈到天地会 社会党我们重新叫天地会 19世纪的天地会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节 那么第二节呢 就会跟大家一起谈谈 天地会的在新加坡一个演变 那么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去研究一下 去来分析一下一些 19世纪的私会党的一些文件 可能会各有所得啦 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主题 那么好 就谈一下 大家 来参与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现在来参加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看看这个 您觉得 这首词 是出自哪呢 套号丑 茫茫结 短歌中 银月缺 地域加成 终有必选 必有时尽 却亦有时面 一缕相魂 无断绝 是也非也 化为蝴蝶 对 这首词是出自哪呢 如果您有答案的话 您也可以在Q&A那边打出来 是的 我们看到有朋友打出来了 苏贱恩丑陆 对 这是苏贱恩丑陆 没错 那这是苏贱恩丑陆 陈家洛的爱人 象象公主 就在乾隆面前自杀身亡 那就在墓碑上 陈家洛就刻上了这些字 首先要提的就是 这些文字呢 不是金融 不是金融创作的 金融是借用 借用别人的创作 来把这首词 引进苏贱恩丑物当中 那陈家洛本身 就是红花卉的种作者 红花卉 本身 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 就是当时的 乾隆时代的私会党 那至于红花卉是否存在 我们待会再讨论 我们再玩一下 第二个小小的游戏 这个 天帝会众兄弟 逼我行赐皇上 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帝会 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 这是出自金融的哪部小说呢 您可以打出来 您可以打出来 这是哪一部小说呢 我看真的是火别招啊 大家都录顶记了 可见我们在场的金融蜜 是播得不得了 是的 录顶记 为小宝 那么为小宝 是周游在天帝会 跟皇帝之间 这个人真的不得了 能够两面 两面逢源 也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天帝会 也出现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反清复明的组织 所以你看 这个 我们今天会懂得这些 因为是 第一 拜金融所赐 第二就是在我成长的年代 可能也是在场一些 朋友的成长的年代 那时候 香港的 胡线 立地 都拍了好些 关于这个 反清复明的一些 连续剧 那在70年代的时候 邵氏电影公司 也拍了好多 反清复明的电影 好像冯锡关 那些 吕四良等等 当时我小的时候 真的是看得不一乐乎 也就从那认识到 什么叫做反清复明 所以 讲起来 反清复明的时代 似乎并不遥远 在那个年代 播这些电视电影的时候 可能 在当时的观众 也有一些是清朝人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亲人 都是清朝人 所以真的是离我们不远 那么 好 那讲到这个洪花会 它是否出现 在文史上 似乎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 不过没有记载 不小 不等于说不存在 对吗 只可以说 可能这洪花 洪花会是比较隐秘 或者是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小的邦会 或者是 就是一种 失传的 所以 所以 洪花会是否存在 其实是一个谜 在我眼中是一个谜 不过洪花会 它的历史原型 就是天地会 我想这方面呢 就是改变不了的了 那天地会本身 有人叫它做鸿门会 也有人叫它三合会 那么它成立的时间 也很早 就是四百多年前 那对 刚才李博士 李伟雄博士 也提到陈静兰 那么陈静兰 洪幻章 那些人 主要就是 他去召集那种 抗清的秩序 在洪花亭 洪花亭前面 撒雪为盟 那么 祖帅呢 有人说是万云龙 也就是正成功 陈静兰本身 是一个军师 所以这个洪花亭 是确实存在 洪花会 是不是从洪花亭 则取得了灵感 那就不晓得了 是一个谜 就等待大家一起去发掘了 你看 在这些 这些私会党文件中 我们的确可以 清清楚楚地 看到洪花亭的存在了 那么洪花亭 存在之余呢 还有好多 这些人的名字 陈静兰 洪万章 万云龙等等名字 都出现在私会党的一幅 很特别的一幅制图中 那么这幅制图 待会儿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不过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提出的就是 这个洪花亭 对整个海外的天地会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海外这些天地会开香堂的时候 洪花亭是摆放在最高的位置的 它代表着什么呢 召集各路英雄 我们各路英雄来一起 齐聚在一块 反清复明 那么在整个洪花亭 开会这个 这个开香堂的仪式上 还会有一个一些蜜语 这些蜜语就只有 帮会人士会知道 那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你对不上的话 就是外人可能就会被杀被砍头了 好像比方说 一兄问我姓何明 这就回答 家居援住牧阳城 松国领你将金粮母 那叫回答 花亭节义改姓红 就是这样子一对一答 答对了 蜜语对了 你就进门来了 进我们的牧阳城 也就是我们的基地来 所以这些听起来 是不是好像在看电影 在看连续剧这样 不过这就是所谓的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所以人生跟戏 其实基本上都是互相参照的 那么讲到这个 洪门或者天地会 那在最近戴的历史上 孙中山的革命 其实也跟天地会息息相关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一点 对吧 首先就说洪门 它不只说流入东南亚 我们东南亚有洪门天地会 那么在美洲香港 大多都有洪门会这个组织 就以这个美国旧金山 那个地方来说 它洪门组织刚成立的时候 就是三点会 哪三点呢 就是洪至那三点 那它当地洪三点会就改名一星堂 最后是改名了志工堂 志工堂也就是孙中山加入 加入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孙中山本身呢 就叫做洪棍 他就亲自修订了那个志工堂的章程 使到洪这个志工堂就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相关的组织 洪棍就是整个乡堂里头最高的一个领导人物 所以后来我们还可以发现到 还发展到志工堂跟同盟会合并 那么一些成员还甚至回国参加革命等等 所以这个洪门真的是对孙中山革命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洲的这个洪门的大佬的照片 你看这些就是当年的大佬革命成功了 这些大佬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他使用的是洪门和洪门志工堂 那么在1900年左右1898年 1898年19世纪末志工堂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的这种报章上 所显示的当时的一个宣誓的仪式 大家宣誓要怎么样去反清 要加入志工堂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电影情节了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讲到这样天地会 那么可能大家说 OK是清朝是400多年前成立的 那么一个考量点就是 天地会发源地在哪里呢 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福建高西这个地方 福建也是南少林的所在地 高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云霄 云霄高西 那边一个观音亭 它的对年就是门朝大海三河河 地震高刚一派乡 那这个观音亭今天还存在 那三河河 这个三河就是天地会的另外一个名称 三河会 所以这个 关于这个高西观音亭 这个可能就是发源地 它也出现在 在私会党的一幅很完整一幅制度中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找去看天地会 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点 不过假设说现在中国太远了 那么我们本土本土有什么天地会的遗迹 我们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的 首先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下游游新加坡的地方 我们就游天地会了 首先在大家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看看静兰庙 这座静兰庙大家认得出在哪 这座静兰庙就是在今天的东法路 Indian Road那个地方 不过这是搬迁过的 它以前是在 它以前是这样的 静兰庙 它是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这个地方 从前 现在 静兰远 Dangjong Parka 这个地方到迎接路了 附近就是这个Dangjong Parka联络所 就在这里 那后来这个地方搬迁了 那这座庙宇呢 1840年代已经存在了 静兰庙已经存在 不过当时新加坡的自由报 新加坡 free press 就把它称为主司工会 主司工会 它而且把它形容成很低调的 很隐秘的 没有威胁性的 跟当时的其他的 私会党 打打杀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主司工会到了1870年代左右呢 就也没有人兵就凋零 后来就由张芳林出钱来整顿 来修整这个静兰庙 就后来就多年以后就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了 所以静兰庙就是从前的主司工会 也就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 这个呢 后港斗母工 后港斗母工成分也是很 也是不太明显 到底是1881还是1921 不太明显 反正就是100多年前 对吧 那么这个后港斗母工 他拜的是九王爷 那么九王爷是谁呢 当然今天我们九王爷 大家都会拜九王爷 九月的时候信徒就去拜九王爷 还有非常隆重 还要赢家 还要回软 那么还要演戏等等 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 不过最初九王爷到底是什么人 那么如果我们追溯到这种新宿的信仰的话 他其实就是星星 天上的星星 可是后来就被引用了 就说是他就是正成功 手下的九个特别的猛将 正成功就是反清的人物 所以变成他的猛将 就被供奉为九王爷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港斗母工里头 进去里头看一下 他还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一部对面 日 两个日 三个日 四个日 龙里闲 线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定乾坤 当然日月 我们知道日月就是明了 那么越来就越明了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就把它好好的念的话 其实就是日月 金华 龙里线 月鹏 浪荡 定乾坤 所以这是取义于 志士圣人生 子日 乾坤定 这样的一个取义吧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部对面 是不是很明显 就是说 谈到反清复明呢 所以斗母工 创建人当年 他们跟这个反清复明 是否也有一些关系 那也是一个很值得考量的地方 此外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斗母工 它后面 这个塔楼 要进去这个塔楼也不简单 这里面是 要经过到很窄的走廊 那么还有这个 很特别的一道散门 才能够上到顶楼 在顶楼这里 还可以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可以观察到外面的形式 这类很明显 就是一种 智慧党 天地会当年那种格局 那么 有朋友就提问 红冠不是最会打架的吗 红冠不一定要最会打架 不过他必须是 有领导能力 他必须是一个领导 那么Jason就提到说 没有威胁性 我们说到 这个主持公会没有威胁性 所谓没有威胁性 是不是没有犯罪的倾向 答案是对的 就是没有犯罪的倾向 他们并没有 危害到社会 没有在街头打架结舌 他们没有这样的做法 这座普照禅室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它在Laurent American 就是在Unoz那一带 非常漂亮的 精致的蓝色屋顶 白色墙壁的一座建筑物 那么在这座建筑里头 每年到了7月的时候 他就会摆出 这些神主牌出来 这些神主牌 总共有82年 就摆出来祭拜 拜完了又把它收藏起来 连连如实 这些神主牌 是在80年代 来到这个普照禅室的 当时普照禅室 是否要接收这些神主牌呢 还有规范争议 当时信徒 禅室里头 信徒是表示说 不要因为这些神主牌 看起来 好像都是反清的 打打杀杀的人士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 接收他们呢 不过当时 这个主持就表示说 他们都是我们整个社会的 进程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接收他 谁会接收他呢 结果主持就很大方地 把他们给接纳过来了 不过这些神主牌呢 早年是在 劳明达街 Lavander Street 有间社工庙啦 这座社工庙 也叫做五虎池 五只老虎 五虎池 那五虎池 这是当年的社工庙的 一个场景 这些神主牌 最后就跑到这里了 古照禅室 那么 那不过社工庙 这些神主牌 也不完整了 82面 因为在更早的时候 当这些 社会党 瓦解的时候呢 这些神主牌 都丢到 Galang River了 附近的家人河嘛 那丢到家人河之后 就有人 把它捡起来 收藏起来 最后就转移到 社工庙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说在整个过程中 有些神主牌 已经遗失 所以当年在新加坡的 这些有领导能力的 这些反清制式 可能也不止 82位这么少啦 我们讲的是领导人物 不是暴露 那么对 讲到在劳民达街 古称 如果我们问一些老人家 可能他们还会有印象 以前叫做 无潮大公司 狗筹大公司 那么不过这种名称呢 在现在 我们都不用方言了 在不使用方言的过程中 这些 这些名称也就跟着消失了 那当在 有无潮大公司的年代呢 劳民达街的景观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 是比不像今天这么忙碌 这么繁忙 那在劳民达街这里就有 对我们刚才讲 社工庙五五池 就是这个很简陋的 不过还有一座 这是广福古庙 那这些社工庙 广福古庙 这些地段呢 当年就是一星公司的 产业之一啦 那么一星公司跟社工庙 广福古庙 有没有关系 那就等待进一步的去发掘了 不过这些广福古庙 社工庙这些地段呢 就是今天的这里 这里是 大碑佛教中心 就是在今天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经过这地方 就可以想到 就是从前的胡曹大公司了 对吧 那么在 在胡曹大公司对面呢 就有这家所谓的曹家馆 今天这地方也消失了 就变成了公寓了 曹家馆就在 Lavander Street 还有这里是 Gallang Road的交接处 今天是这座公寓 那么对 那曹雅治这个人物呢 也是很有传奇性 他本来是个木匠 对吗 他跟着莱博士来到新加坡 这个是大家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曹雅治 会得到莱博士的赏赐 首先就给他在 Lavander Street这里建立曹家馆 过后又给他在 大坡大马路 建了这座林阳会馆 这是从建国的 今天这座林阳会馆呢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个地方就变成 Grexstone了 大东方的一座大厦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曹雅治 他的确是好 是不是有点能力了 那么我们再追查一下 曹雅治本身 可能就是广东异性的老大 在新加坡创立了广东异性 异性就是 世卫党中的一支 那么有广东异性 有没有其他异性呢 有 总共有五个异性 广东异性 福建 潮州 客家 海南 五个 五个 集关人士都有自己的异性 自己的异性党 那么这些异性党 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可是后来又成立了异性总公司 所以总公司可能会有做一些统筹的事物 那福建异性 它本身是很大 福建人在新加坡是 人人口比较多 所以它是自成一颗 那福建异性 它从前就在这里 这就是从前的中国街 China Street 现在China Street 有些地方改观 不过有些建筑还存在 从前的福建异性 那今天的China Street 就变成这样了 在过渡时期 这一栋建筑是一间咖啡店 今天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在China Street 还有这里就是那个Cross Street 的交界处 就是这一栋楼 今天我们看到这栋楼 你知道就是从前的福建异性 所在地 潮州的异性就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 前门后门 大家认得这个地方吗 大家认得这个地方吗 阿坤面包是吗 阿坤 不是阿坤 朋友们认得这地方吗 朋友比较 朋友厉害 有没有人说不是Clucky的呢 没有啊 对啊 都是Clucky的 对 这里这个叫联齐轩 这里是Clucky 这是一间餐馆 今天是一间餐馆 这个地方就是潮州一新 蔡茂村的产业 后来这一栋楼呢 就变成了货餐 那在货餐转型之前呢 这里还是 那是关蒙学校的校舍 关蒙一百年前 是在 是在Hugh Street 洗剑那边 创学堂 后来人 学生人数多了 就搬到Clucky 就是这栋楼这边 在这栋楼这边 就做学堂 最后就搬到 Tang Road 登陆潮州大厂 那地方 所以这一栋楼 就是潮州一新的老大 蔡茂村的产业 当年 有趣是吧 这条路呢 大家认得这条路吗 是的 Tick Young 这是旧的端盟学校 对 这条路大家认得吗 这里 Carpenter Street 就在新加坡河畔附近 Carpenter Street 这条Carpenter Street 我们有 民间有两个熟名 一个叫做戏馆街 那么因为有戏馆 第二就是义服街 G-Hawk 义服街 当年的清朝年代 我们的义服街 就这个样子的 一些旧楼玉 今天还存在 受保留 一些还存在 这是当年的义服街 所以你看 我们走到Carpenter Street 我们联想一下 原来就是当年 另外一个 世卫当主治义服的所在地 义服跟义性 有什么关系呢 义服其实是义性的分支 义性是老大的话 义服就老二 可是义服自己 做老二的话 很不爽 所以义服也要做老大 结果呢 就跟义性 就有很多冲突了 那么义服 也有一个名字 叫做官帝会 官公那个官帝 这里大家也不陌生了 海山街 海山街 Upper Cross Street 从前的海山街 那海山街 这个海山 这两个字 其实就是海山公司 也有人叫海山会 海山馆 都是这个海山组织 海山是什么人的 客家人的 也有人叫他做大伯工 大伯工馆 大伯工 都是指这个海山 海山在 在 槟城 槟城 宇宝那地方 就非常的辉煌 过在新加坡呢 他其实也 也 也做过鸦片烟馆 就搞鸦片业的 所以就靠鸦片业 堵 这个堵 我们防堵堵 他是以堵 来来来发迹的 那海山也就是 也到处打打杀杀的 所以后来还被 英国人民政府 命令他解散 是海山 今天我们还会用 海山街这条名字 对吧 不过在海山街附近呢 还有 崇巴盖 也是随着 随着我们的 方言的消失 消失了 崇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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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有方林园 这个地方 所以方林园 这里有崇波馆 这里有 海山街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真的是 世卫党的地头 崇巴盖 崇波馆 也是客家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客家人在这个地方 势力是这么大 是相当的大 对吗 因为我们往海边 那方向走过去的话 还有印和会馆 也是很早成立的 也是客家人的 所以估计 初期这个地方 就是客家人的地盘了 那有朋友住在 益顺 那么益顺这地方 现在主屋林立 而且鸟语花香 对吧 那么从前这里 就是种植园 19世纪种植园 叫做征挫岗 如果再追说一下的话 最早有华人在益顺出现 应该是1840年代 那时候就在尿泪群岛那边 有社会党暴乱 这个人叫做牛羊川 牛羊川 牛羊川 他就跑到 这个益顺这地方建立了据点 后来呢 他就被殖民地政府逮捕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有六船的军火 而且有大批的枪械 而且他还在新加坡策划 在Garlan Island 印尼加浪岛那地方的 种植园的攻击事件 所以他是被逮捕了 那么后来这个地方 就由曾亚六买过去了 就创建了征挫岗 那曾亚六 他本身也可能 跟潮州异性公司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不陌生 对天地会来说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遗迹 马西岭 马西岭 大家认得这个地方 马西岭 祖屋 这里就是姓柔场地 对吗 这个柔佛海峡 这一片地方 现在这个地区 那就建立了滨海公园 那这个地方发展前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从前这里 就是陈挫岗 干密种植园 那这里还有一条 那个松海群 自拿河 那这个岗的岗主 叫做陈开顺 他也是当时的一兴党 潮州一兴党的首领 他是在这个蔡茂村之前的 这个陈开顺 他可能他是潮州双刀会的一个人物 那么起义失败 就逃到南洋 就逃到新加坡来 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他的基地 就在这个陈挫岗地方建立了他的基地 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像梁山国 是水在 梁山国 我们看水口转梁山国 这个地方就是有水 以前这里是森林有山 有山有水 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落户了 结义兄弟在这个地方落户了 后来呢 他还带着整批人马就渡海 那时没有长屁 他就渡海 去到地步老河的深处 地步老河的深处 森林深处 就建立另外一个陈挫岗 那个地方也像 也像梁山国 他就躲到很隐秘的地方 北方去 北部已经很隐秘了 他去到对岸就更加隐秘了 那陈挫岗 我们现在陈挫岗就是祖屋 那么 星山 地步老河的深处岗 还有一座庙宇 就是当年 那个陈开顺的年代建立的 云山公 所以 也是都存在 那么陈开顺的那个神祖牌 陈开顺神祖牌 这个神祖牌 就收藏在普照禅士 那82面的 反清神祖牌之一 所以这些都还存在的 所以这种人物 都是实实在在出现过 陈迅远 你能打扰一下 刚才你听到那个甘蜜种植员 这个甘蜜这个字眼 经常会出现 你可以不可以多 稍微解释一下 好的 好的 是 那么讲到这甘蜜 甘蜜 这个是一个英文名词 它叫做Gambyl 那么当年 新加坡19世纪的时候 潮州人种植甘蜜的特别多 所以几乎是 潮州人垄断的 潮州话叫Gambyl 怎么叫呢 很难叫 我们鲜明没读过英文 就变成了 甘蜜 那么从甘蜜 再从把它转移成 用中文写出来的话 甘蜜 就写成了甘蜜 其实它也不是甘 也不是蜜 它是一种 这种种作物呢 是可以 是用来 柔化 提格的 是一种工业用户了 不过也有人用来 把它跟冰郎 混在一起吃 可以一肚子痛 这样子 所以这种甘蜜 本身 这种甘蜜 种植 这种树呢 今天还存在的 今天在 Mandai Pukitima 那些地方 我们都发现了好多 所以这种 当年 这个新加坡 除了就是说 我们南部范围 南部就是市区 这南部占土地百分之十左右 那么新加坡东部就是野子的种植园 那剩余的西部中部跟北部就是种植甘蜜 所以这甘蜜源 新加坡最全盛时期有八百多个甘蜜源 所种的甘蜜数是算千万的 总数千万 那就运去欧洲那些地方 柔化皮革 丝绸 这样子 那么就带动也支援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那这个甘蜜 靠甘蜜发迹 成为柔佛一心老大的 就是这位陈迅年 柔佛 星山那边还有陈迅年街 对吧 那新加坡还保留着他的老厨 自证地 他的老厨 自证地 OK 这个就在丁丁路 这里是丁丁路 这里是丁路 还是克里门说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老厨 大家可以去参观了 那么这里就是 星山的程序年街 丹迅年 所以你看 这个一心老大 就是他 一心 那广东人的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看的 就是广会叫 B山亭里面 广会叫B山亭里面 很特别 他有设立了一个 叫做七君子亭的 谁是七君子 当然我们想象中 所谓的君子 应该是一个 比较正派的一些人物 对吧 可是这个七君子 他其实是当年 保护广东人的坟山 也就是绿野亭 那绿野亭就今天河水山 他是保护那绿野亭 那个地方的七个人 他们因为 为了保护地盘 就跟外籍 其他籍贯人士格斗 结果这七个人 就身亡了 牺牲了 不过在那个年代 大家就是靠格斗 讲不合就是格斗 就打打杀杀的 所以 B山亭也 广会叫B山亭 不把他们当成 那种打打杀杀的 世卫党不看待了 而是把他们看成 保护我们 祖先基业的 君子来看待 所以在 在我们 B山亭里头 可以看到这个 七君子亭 当年还有这个 坟墓的时候 还没清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七次亭 七君子亭的 坟墓特别大的 那另外一间公司 世卫党 所谓的世卫党 就是这间 广会造公司 他们广会造公司 在解散之前 还有送了一个 一个祝宗 光细15年 1889年 送了这个祝宗 给B山亭 所以你看 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年的一些文物 这个呢 这个很难说 是不是世卫党 不过我们就 谈下游猎这个人 游猎大家知道 他是很忠心 支持这个 这位孙中山革命的 对吗 在孙中山来到 新加坡之前 他已经来到新加坡 他就召集了 召兵买马 成立了中和堂 后来有些 中和堂的会员呢 就过渡到 同盟会 也回去 中国革命 这样子 那么他在 1900年的时候 就设立了中和堂 这一则新闻 在天南日报的 一段 短新闻呢 是1904年 当时 这位游猎呢 他就在大坡 摩石得利 摩石得利 就是Moss Street 今天的Moss Street Moss街 就在这个地方 成立了 他的所谓的 孔道奖堂 夜楼 夜楼 他在夜楼 他说 每个礼拜天 下午两点 就开讲 讲孔道 你去想想一下 游猎 他搞的是革命 他会 为什么会在 牛车水 这个地方 跟人讲孔子 讲道理 他怎么会讲 这些东西呢 除非 他是引用 孔子学说的 一些内容 来鼓励大家 爱国 来参与革命 那还讲得过去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 走过摩石街 也可以看到 宗和堂 这些的遗址 那宗和堂 召集的 就是这一组 革命的人物 革命人物 在当年 如果这些是 打打杀杀的 可能也可以 称之为 私会党 在清朝的研究 那好 那么我们就走到 更现代了 更现代 我们讲到 私会党 我们看到那些地方 那么据说 在这种文化活动方面 武师 武师跟私会党 有 当年私会党 是有相当的 有挂钩的 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看武师的话 我们把它 是一种喜庆活动 吉祥活动 采清啊 等等 新章开幕啊 对吗 我们就会用来做这些 所以我们今天武师 这种是北师 北师是毛茸茸的 那么这是南师 南师是我们今天 在市面上经常看到的 不过这些狮子呢 还有几种狮在本地 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就跟反清 非常有关系 首先是海南师 海南师就会打 就会很凶狠的 扶起来的话 就有人拿着大刀 来砍 砍这个海南师的 客家师也是一样 拿着大刀来砍的 还有就是福建青师 你看 这位仁兄 就拿着刀来砍他了 所以这些狮子 其实代表清朝 所以这些人物 拿着刀的 就是去砍清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反清的 的含义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么讲到南师呢 南师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的一个仪式 就是点经 对吗 新的诗只要点经 才能够赋予生命 那么在点经 这个有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上 还要念头语 那么这个南师 就是在 17 18世纪的时候 才传到南方的 以前南方是不武师的 那么要怎么样把 通过武师来吸引 人物 治世来参与革命 来反清 那么又要怎样 把这些含义 融进这个诗子里头 首先就是仪式 这个点经的仪式 点经的口令 用广东话来念 就比较合适了 它主要是从广东火山 那边开始 我用广东话来念 一点天地星 二点日月明 三点推斜扶正 四点二天八方岭 五点狮子开口 保太平 一点加一点 一点鬼神经 割白七星 左青龙 右白虎 前珠雀 好云目 三通不合 冠军七星 保佑 全体同仁 国安家庆 万事生意 上落平安 它叫每点一个地方 就要念一句口令 那么这句口令 跟反清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就是 天地星 这是三合 天地会 三合 日月明 就很明显 去写福正 谁是写 就清朝 正就是明朝 然后 这有八方岭 八拜兄弟 大家要 一节进来 就八拜兄弟 保太平 太平天国 对吧 然后呢 就有 一二三四五 一点一点一点 所以这里 五六七八 八点 对吗 后来我们有 思会党这个零八 零八二四三六九 什么的 零八 它的八 可能就是这样来的了 那么这个五 就是代表 也代表 鸿门五方 那么我们待会儿 再谈了 脚踏七星 七星是谁呢 就是 这个天地会的七星旗 三通 五想 运转七星 这些都是谈到七星旗了 三通 三点 红是三点 所以是三通 所以这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反清的一个概念 就传到文化里头去了 不过今天我们读这些 已经没有反清的意思了 基本上是一种 赋予狮子生命力 这样子而已了 那红 还有一个暗语 是三八二十一 三点就是三 红下面两点就八 这里是二十 念一 三八二十一 所以代三八二十一 为红 这样子 OK 那狮子 狮子后来在广东这个地方 就发明了采青这个活动 对吗 那么采青的含义就是 采青朝 宝 宝 宝鸿门 为什么宝鸿门呢 这个青 青色的青是没有三点的 所以那三点是保住的 我们不采他 所以采青保红的 土青就把青朝给土出来了 同样的那三点是不存在 所以是保住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 那么谈到这种五师五术 五师五术就有一个红拳 对吗 红拳有一招叫做一指定中原 一指定中原 天地人和和 这一招 他基本上 就是指 反清 赴明 保住 我们的 汉朝中原 汉人的中原 就是保明 这个意思 是的 有朋友说采青 他清 采青 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些 其实天地会 似乎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距离我们很近 我们就进一步了解一下 整个天地会的原点 首先 天地会 我们说是华人 那么华人 从哪里来呢 一般上我们就是说 华人就是从中国南方 我们的南方 地方跑过来新加坡 对吗 福建省 广东省 还有有些是山江人士 这样子 那么的确 我们不 他华人 大量来新加坡 的确是从这个地方来 那么也由他们的各种 各种不同的集团 各种的语言 就形成了各种行业 那就变成了 这种不同语言跟行业 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地盘 所以也会成为一种 冲突的来源 不过如果我们去追溯一下 整个华人来到新加坡的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到 可能可以发现到更多细节 首先就是 新加坡开不初年 开不初年的时候 华人其实并不多数从中国来 从中国来的不多 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尿内群岛 马六甲 槟城这些地方来到治理 然后过后华人开始多起来 连分跟南华人 华人开始多起来 是在大概1830年左右 过后开始多 当然到了1840年左右 鸦片战争 过后就有太平天国 小刀会等的年代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人数开始多了 有些是被卖租载过来 有一些就是那些反性负名的人士逃难 逃到新加坡来 不过基本上都是男士居多 女人是比较少 那么再看一下整个过程 到了1869年代 我们有新加坡是指甲殖民地 苏伊士云人也开通了 开通了 所以新加坡这地方就大兴土木 所以大兴土木的年代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华人过来 那么有男性过来的话 男生过来的话 其实也带动了女生 女生不多 可是就带动了女生过来这里 过来这里干嘛 黄独独啊 就是黄 所以这女性过来就是黄 那这些女生好多也是被拐卖过来的 这女生过来 华人男人多了 就让社会党有一个活动 可以带动黄 就发展积怨等等 所以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 那最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到了1880 90年代这时候 其实我们华人的人数是开始多了 就形成了今天的75%左右的人 华人的格局了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大环境 在美国啦 古巴 巴西智利啊 甚至就澳洲纽西兰这些地方呢 从前也都是我们华人去挖金矿 建铁路的地方 对吗 不过因为这些地方开始飞除那种七月 运离制也是飞除外出载这种情形 所以就变成华人在那个年代就开始少了一个去处 我们的先民就变成更多人就下来南洋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浩瀚夏兰那样的一个格局了 在这个格局的过程中也带忘了黄古古这些行业 这也就是为什么 社会党可以生存 大家要争地盘 也是这样一个原因了 对吗 所以我们来回复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社会党 就是中国天地会的 就是发源自天地会 而且我们开副时候已经存在了 非常久了 虽然说我们是为了反新赴美银 不过后来也就慢慢的 这种思想也慢慢的编了 整个变质 天地会其实是变质 不过而且此外呢 就是天地会是方言群体特别运作的 对吗 那么讲到就到了太平天国那段时间呢 我们就知道了 有歌老会是长江流域的 青帮上海的 天地会是下南洋的 对吧 那么讲到青帮就非常有趣了 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因为青帮我们在本地是几乎是不存在了 那就是我在十年前 就去了台湾一趟 在左营啊 台湾南部左营 那边是海军基地 那就在左营那个地方 去了一间牛肉面馆就吃饭了 那你知道 那台湾的牛肉面是特别好吃的 因为那碗 那碗 汤是熬制了几十年的 每年就在熬制 所以特别龙稠特别香的 那当时呢 这个人不多 那老板呢 就坐下来跟我聊天 他就问起你从哪里来的 你来我们海军这边谈天做生意吗 我就说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问我一句话 那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哇 这样问的话 真的吓了我一大跳 我就想 糟糕了 我现在有命进来 我没有 有没有命出去呢 他这样问是不是要砍我了 那么还好 后来谈起 他说 我下个星期要去你们那边的红顺堂开会 我们那边 再讲一下 原来他说他要去新山 去新山 对他来说新马一家人 他也分不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是两个不同的自主国 他反正说 我要去你们那边的红顺堂开会 然后再了解 再谈一下 才知道他这是红帮的 他是红帮的 那么为什么他会问到我青帮呢 其实也是有原因 因为当年在台湾海军 他是分两派的 青帮跟红帮是两派的 青帮就是上海的杜月笙 大家有听过杜月笙那种人物吗 就是那一帮人 那么他们的青帮是很隐秘的 他们也是反青 不过人数不多 他人数不多 就是父传子 子传孙这样子传下去 父传给外人 这个帮会 他没有开放给外人 天帝会就不一样 红帮不一样 红帮是开给很多人的 外人 任何人都可以入会 而且他天帝会 真的是招兵买马 人越多越好 因为他所不只是反青复明的 因为也发展到一种经济实力了 所以那个是相当有趣的一个个人经理 不过讲到这个本地的红帮 这个天帝会 后来殖民地政府是怎么样压制呢 首先就是有几个步骤了 首先就是1867年 就是一个危险社团法令 他命令全部的会员 有10名以上的会员的社团要注册了 到了1877年 就由毕其林当师长 就成立了华民护卫师 成立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控制私会党的活动 当然一方面是照顾华人 不过主要就是 能够控制私会党 控制好了才能够照顾华人 那么过后呢 就是10年之后 毕其林被私会党砍了一幅 土头砍下去 结果就导致了 殖民地政府 就设定了社团法令 设定社团法令的时候呢 也就是解散新加坡的私会党的时候了 那么对 我们刚才谈过曹雅治 他就是其中的成立私会党的首领之一了 那么同样的 他的神主牌就在这个古兆禅师里 那么对 然后呢 在那个时间呢 这个文学就很有趣 这位阿杜拉 阿杜拉传在新加坡十九世纪初年的时候呢 是很重要的一部文献了 我们要研究新加坡开部 就是要看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 就谈到了阿杜拉 他本身是见证了这个天地会的那个入会仪式 那个时候就是哥罗福第二任驻扎官 他伤人不足的时候 哇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不得了啊 他在他书中 他说有八千名天地会员所有了 就是在这些种植员里头 而且这些人除了种植之外呢 就是抢劫了 盗窃了 杀人放火了 等等 那首先我们就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他讲的是八千人 可是在那时候人口普查只有两三千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主要就是当时人口普查 主要就是在市区范围嘛 所以市区范围住了两三千人 可是这些天地会会员呢 他们是住在内陆的 那些内陆是走不到的 一般所以英国殖民地官员 也走不到那些地方 所以这些人就是藏在那些森林里头的 他们就吸烟啊 赌博啊等等 那么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阿杜拉还亲眼看到 有一个人被带到那里 那么这个人 他就是坚决不要进入市区党 不要加入市区党 结果就最后是被处死的 所以就发现这样的情况 他讲到 他要走到当令 那个市区党森林 他是在当令的 他说要走到当令 也不容易 今天我们从市区去当令 就是十分钟的车程 可是当年他要从早上五点走 走到下午四点才走得到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要穿越森林 所以他就不赌了这种 陆会的仪式 那么他在那个地方 要带到天亮才可以回家 那么就带到八点时候 就被一群所谓的黑脸 就是脸上涂了很多黑炭的人 进行 原来这些黑脸呢 他们是去 那地方 一个神父的家里 打抢 打抢了回来的 那这则新闻 后来在 在报章也有报道了 到了半月两点的时候 到了隔天 半月两点 什么事呢 因为警方就来 就捕捉到一些 这些社会党徒 结果就在 隔天的半月两点 就有两百多人 就拿着刀枪 枪是那种 那种红硬枪 那些硬枪 他们就拿着刀枪去 劫狱了 去植洛亚那地方 劫狱了 当时那些警官 警员都不敢抵抗了 都逃了 结果劫狱 就把自己的弟兄 给救出来了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电影 就这样子 所以在阿夫拉眼中 这些人士呢 就是入会 劫狱 下雪为盟 打架劫事 袭警 劫狱 基本上就是 做这种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般人 他们会觉得 社会党是不正当的 这里呢 有朋友就 就想补充一下 他说 关于这个客家清湿 那么 他说这是他们 从政体育会 赠送给 茶阳会馆的 客家地区有不同的清湿 我们照片的是 大浦的客家清湿 跟福建清湿的 武法也有不同 福建清湿是用兵器的 那么大浦清湿呢 是走八卦的 所以福建连城清湿 是上八卦做的 所以客家清湿 跟闽南打清湿 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这位朋友的 的补充 好 大家有兴趣听下去吧 好 那么我们就谈一下 那么这个 另外一个殖民地官员呢 叫Thomas John Neuver 他就觉得 这个华人 这种秘密帮会 其实是 自己保护自己了 不过他不觉得 这些帮会是危险的 初期了 初期不危险 不过他认为 这些在中国 这些帮会是属于反清的 所以会被处于死刑的 不过后来 华人这些秘密帮会 也变成危险组织了 因为在槟城 马六甲 新加坡 这些法律都被破坏了 这些帮会就通过贿弱 发假释 公开刑切等等 来破坏当地法律 那么他也谈到了 我们华人事务 有capitan 有capitan来管制 不过内部事务 就有所谓帮会 或者公司 有公司同步管理 所以基本上 他就提出了 有capitan 就是社会首领 社会领袖 可是每个帮会 自己组织 有自己人的管理 那么如果管理不当 就是社会罪业的 的起源 那么社会罪恶起源 那么谈到社会罪恶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 小的我们不看 小的卸动就不看 这些是比较大型的卸动 比方说 当1846年 异性头目去世了 出兵的时候被关闭会 也就是异服 来袭击了 那么就是 自己兄弟 打自己人了了 然后异性 可是到了51年的时候 几年之后 异性跟异服 又合作了 他们又合作去 袭击新加坡的一些 所谓的天主教徒 种植员 也就是那些 种植员的员工 是信奉天主教的 结果就有 500多人就被打死了 当时这群 异性异服的 联手袭击的 这些党徒 还是用层挫杆 马西林那个地方 来跟警方勃勃的 结果还后来 还劫狱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这种情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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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杀杀的一个情况 那么 当时这些种植员 主要就是干密业 干密业 虽然占整个新加坡的 GDP比例也不很大 就是两个percent 可是种植 你知道可以养活很多人 要效用很多员工 那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为什么 这些人他觉得 你们这些天主教徒 又不交保护费等等 结果就引起了这种对抗 那么到了1854年 那时候也就是上海小刀会 有些人是逃亡 小刀会有些潮州会众 就来到新加坡 买米的时候 就跟福建商人不合 结果就演变成了 又是两帮 一福跟一姓 一时是朋友 一时是敌人 现在是两帮人 就在打斗了 又是500个人死伤 那么在打 这个怎么样去调解呢 当时就触动了 三个社会名人 福建帮 就陈金生 一姓就是蔡茂春 潮州就是蛇有精 触动他们来调解 福建帮 陈金生是可以理解的 他除了有钱之外 也有社会地位 他又出钱建立了 崔英书院等等 那么一姓老大 蔡茂春 打打打打杀杀 一定要他坐下来谈谈 那最说 舍有精 舍有精他是潮州帮 他也是所谓的干密大王 那么 可是干密大王 舍有精 他有跟一姓 又有一些 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舍有精 他有很多种植员 他需要大量的员工 可是当时这些潮州人 好多都是 好些人 都是受到一姓控制的 一姓的党负 所以 如果他要 潮州人来帮他 种植的话 当然就免不了 要跟一姓 要人 给钱 对吗 而另一方面呢 舍有精又为一姓贷款 因为 因为殖民地政府 不断地改变法令 那土地要钱来买 所以也会 为一些一姓公司的人 提供贷款 所以 之间就有一种 很微妙的一种 利益关系了 所以甚至可以说 舍有精是走在 走在灰色地带的一个人物 不过他可以管制得很好 因为他有一间 一案公司 他成为一案公司 可以跟一姓抗衡 那么这方面 可能大家可以 去进一步地 去研究 吴庆辉 他就做了很多 这些资料的收集 这是他所收集到的 这些年来 这19世纪 那些大规模的携斗 的一些例子 那其中 有一个就是海山 海山 海山跟义服 跟义姓 跟广汇照 都有很多打斗 所以这也就是后来 为什么 责民地政府 会把海山 当说成是一个 非法组织 就要他关闭 那这些是我们 华人的见闻吧 那么 中国过来的官员 又是怎样看的 我觉得这本书 就很有趣 新加坡风土记 李宗爵写的 那其中有一些 是谈到 他就写到 新加坡这地方 跟中国一些关系 他就说 这些有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出洋 就是住宅 在什么地方 就在澳门 后来呢 又造了厦门 香港 在这些地方 都有好多人 就这样子被拐带 被卖或者是 被拐带过来的 那么他就谈到 这些华人 来到我们新加坡 就怎样呢 投客馆 所谓的客馆 就是奸商所设的 也就是住宅馆 那这些所谓的奸商 是不是私会党 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此外 他李宗爵 这个官员 他也提到鸦片 他说南洋 我们这地方鸦片 比中国还要贵 因为税收嘛 的确 鸦片对我们 当时的泽民政府来说 内需是40% 所以是非常 非常 其实是收入 非常的 几乎支撑了 整个新加坡经济 那赌呢 英国人是进赌的 可是呢 在新加坡这地方 就很多人赌了 所以赌是没有办法进的 所以他 他觉得 就是华人的 的本性 那么 OK 我们刚才看了黄 看了土 看了人 那么 看了黄 我刚才 符合读了 我们现在看黄 李宗爵就进步说 在大波呢 寄疗 避疾 人最丑密 藏沟 闹 闹 莫此 为生 他当然说 流车水 这个地方 寄管 截比 有多少人 那些有注册的 在华民 会是注册的 三千多人 没有注册的 不计其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华 也是一个 很大的收入来源 也就是有 私会党 控制了 这样的活动 那么 还有一点 他就谈到 中国犯罪的 犯罪的 就逃到蓝阳来了 所以这些 所谓犯罪的什么呢 我相信 很大成分 就是那些 反清的人士 那这些人士 来到这个地方 结党立会 正立名目 所以洋人 把他们叫做 危险会 其实就是讲 私会党 所以这个地方 危险会的 收入来源 离不开新客 离不开黄 而赌 那么当然 这个在发展的 最后呢 这些私会党 已经是 从反清复明 变成反清不复明 又不反清不复明 还变成一般 私会党 所以这就 变成一个 转变了 不过当我们讲 私会党的时候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说 我们有 帮会 有帮 有会 有堂 有公司 等等 其实都是 私会党的别民 不过 在洋人 的私会党 其实他很笼统 就是甚至把一些 鼓励 我们的鼓励 那些鼓励 自己组织的一些 互助团体 他也会称为 私会党 因为他不了解 洋人语言上 他也不太了解 反正他觉得 是你们华人 集体组织 一个组织 就是 虽然有些是 没有政治野心 有些也不是 打打杀杀 可是 就是 很隐秘的 所以全部都叫做 私会党 那可能有些朋友 就会问 那在那个19世纪年代 我们有这么多华人 有这么多华人 私会党 那么有没有 其他种族人士的 私会党 答案是 有 19世纪的时候 我们有 印度人组织的 红旗党 还有马来人的 白旗党 这些 红旗党 白旗党 他们也做过 这些 为非作戴的事 不过因为 人数少 华人是主要 人数多 这些其他种族 红旗党 白旗党 人数都比较少 所以 对整个社会的 安全威胁 不是很大 这是当时一个情形 那本地的天地会 刚才我们有谈过 有一心公司 大家听过 红顺堂 衣服公司 官地会 海山公司 大伯工 松伯公司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当时的 这个社会党 那么我们每次讲 社会党是 这个红是 汉无中土 就是要把 目的就是把中土 给抓回来了 红 把这个中 汉的中和土 拿掉 就是红 所以基本上 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宣誓 整个组织的形式 其实是用建议 我可以说是一个 结议的意识形态 那他们要 要参加 社会党要立事的 要宣誓的 那这宣誓的时候 就是我们兄弟结议了 那么这个结议呢 我倒觉得说 怎么我们的古典小说 三国演义 还有水浒专呢 竟然会变成 被社会党利用 来做一种 结议的 方式 的一个背景 那么三国演义 大家都知道 刘关章 刘关章三个 结议了之后 就是一辈子的兄弟了 所以不可以 背信弃欲 不可以舍弃对方 对吧 那么水浒专呢 水浒专 梁三国 梁三水寨 那这108条好汉 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好汉呢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去看 其实就是108个 强盗吧 那是换一个角度 不过反正这108人 他们加入了梁三国 那么他们就是兄弟了 那么姐妹也是兄弟 所以 所以这整个节议 就是通过这个 三国演义 通过水浒专 那么就为整个社会党 天地会 就赋予了一种 历史的生命力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那这是我梁三 就是在疫情前 去了仰光一趟 仰光青年堂 当时这个仰光青年堂 就是常人间那个地方 他们还放在鸿门之光的 那么走进青年堂里头 还有一堆对年的 还是保留着的 他说 欲竭其人 虚效梁三意识 心存异性 要学桃园中良 这就是他们的作用名 你看 梁三国 三国演义 桃园结义 就是他们的作用名 所以这个历史 其实是 是天地会的历史 就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复活的 那这个仰光 为什么 这个青年堂 青年堂到底是什么组织呢 有五房 天地会有五房 青年堂是属于 厂房 它在海外基地 主要是台湾 缅甸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有一些 那这些 青年堂的这些华人 天地会人士 他们要去到仰光 也不容易了 他必须从中国 就往南逃 绕过新加坡 就往北 来到安达曼海 就来到了这个毛淡棉 这地方 最后就从这个地方 来到仰光 所以他要去到仰光 成立这个反清的组织 比在新加坡 成立天地会 所花的时间精力 还要多 朋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朋友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对 那对于整个社会党的运作 最后造成 新加坡社会党 所谓的背景 要解散 主要就是两个官员 第一就是碧琪 第二就是史密斯 碧琪是华明 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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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谈一下 毕其林 毕其林这位 这个人物是相当有趣 他本来是一个海员 他海员 那么就十多岁啊 就去到了中国了 去到中国 就在福州那个地方 定居下来了 后来呢 就跑过去台湾 因为他在福州跟台湾工作的时候呢 他就请人教他讲华语 官方语言嘛 叫讲华语 那在地语言就福建话 闽南话 所以他努力学习 结果呢 他对华语跟福建话都讲得很丢利的 那就因为这样子 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呢 当时的我们的新加坡总部叫做William George Ork William George Ork就邀请他毕其林过来新加坡做翻译官 所以他就过来了 毕其林就来到做翻译官 他第一件事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化解异性跟海山的恩怨 不过这个异性跟海山 不是新加坡的异性跟海山 而是在霹雳州拉瑞 拉瑞就是现在太平 就在太平那地方化解了这场恩怨 就签定了 就让这两大派签定了方格条约了 那么拉瑞 后来就改名为太平 就希望从此以后太平了 所以这位毕其林 他很早因为他熟悉语言 华人的语言 所以他可以出任翻译官 可以摆平一些纠结多年的一些恩怨 所以他也因为这些关系 他就得到了尊重 华人的尊重 当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发现了很奇怪 我们新加坡的华人 把警察叫做大狗 洋人也不尊重他们 尊重他们的洋人 叫他们 红毛鬼 阿摩鬼 红毛鬼 阿摩鬼 法官也是鬼 法官是魔鬼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华人 把我们这些人 叫到这么难听 那么原来他发现 的确是有些官员 真的是胡作非为的 那么比如说有些官员 是向私会党 私会党向人家收保护费 对吗 可是这些官员 是向私会党收贿赂费 他说你要 你被提控 对吗 你要 你要活着出去 你要活着出去 你给我点贿赂费了 所以是收钱的 法官判决 也不是完全根据 公义来判决的 所以就称为魔鬼 那么 可是在这方面 为什么法官也会 不按照公义呢 毕清零倒是觉得说 主要是因为官方 这些官员 收了贿赂之后呢 就错误的翻译 反正华人讲一些东西 那么他就翻译成别的字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结果毕清零知道了 就把这些收贿赂的翻译员 就给解雇了 他在本地 也见证了 一个这种 华人私会党 跟殖民地正面交锋 就是邮政局事件 本来就是当时 新加坡有很多这些桥匹 华人桥匹就寄回去中国 桥匹除了信之外 还有钱 汇款给中国 当年汇款的 就是通过一些水客 把钱带回去 有些就是通过桥匹局 不过当时也有些人 因为桥匹局组织不当 水客席卷 逃走等等 都有发生过这种问题 所以当时殖民政府 就成立了邮政局 说我来帮你们汇款 结果有些人就觉得 政府你是在抢饭碗 你在抢我们 社会党的饭碗 所以就 就松涌那些党员 拆掉 状政局 甚至说我要杀死 你们的职员 所以也发生过 这种情形 所以对币瓶来说 怎么样去管制好 社会党 的确是 也是他本人那种 除了自治所在之外 他也觉得他有语言 又是可以做些事情 不过他也加入过义服 义服那个社会党 见证了入会仪式 是为了更好地去了解 社会党 朋友问得好快 0824321 0836 这些社会党 跟鸿门有什么关系 和籍贯方言 有什么关系 这位朋友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这些数字的社会党 它跟当年的天地会 没有关系 不过就是发展到 20世纪之后 有人会借用 从前那些仪式 从前鸿门的一些规矩 来组织这些社会党 那么有朋友说 阳光也有个鸿门和胜 请问跟青年堂有关系吗 我个人的认识是 他跟青年堂可能没有关系 不过是属于另外一个房 为什么警犯叫寡告 就是不尊敬他 寡告也指警长 普通员工 就是警员 就是狗仔 因为警察被视为是洋人 殖民地政府的走狗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的解释 OK 谢谢你 华民护卫师这方面 碧琴林呢 其实他也做过了好多好事 因为他懂得了私会党 他就知道我要怎么样以黑之黑 他就会帮私会党挂地界 这个区 你来做老大 另外一个区 你来做老大 如果你的区里头有发生了什么 核斗事件 严重的事件 我就把老大 捡回去中国 那些老大是逃来新加坡 可能是反清的 回去中国是死路一条的 他哪里赶呢 他哪里赶回去 所以他就会把 老大就会把他那个区 管制得很好 所以根据他华民护卫师的报告 1879年 他们和平的解决2000多起争端 就没有什么打透了 那么这是以黑之黑 那因为他也知道私会党 怎么样去渗透到新客 渗透到妓女那一方面 所以碧琴林也推行了 保护新客妓女这些规则 那最简单一点就是 当新客上案的时候 首先就是由华民护卫师的官员 来告诉这些新客 如果有私会党 召你入党的话 你千万不要入党 那因为那是死路一条 你来这里 不非是为了赚钱 寄钱回老家 所以你不要去参加 那么关于妓女方面呢 妓女新加坡没有管制妓女 所以妓女是整个行业 OK 可是呢 他政府所管制的是 被强迫当妓女 不是自愿的 所以他会问这些上案的女生 你是来做什么的 谁保你来的 如果说是来做妓女的 第一件事就是你回去 也不是 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自愿来做妓女 你进来 或是被强迫 被拐带来做妓女的 你回家 我把你钱送回中国 当时 毕琴林是推行了这些方式 不过反正你有你的贼功绩 我有我的状元才 对吗 所以社会党也会教这些女人 你上案 人家要问你什么 你要根据我的 我的这个10 years series的答案 你不可以自己乱乱答 所以也 虽然有这个保护法令 可是也 收效其实也不太大 所以 所以根据那个当时的一些调查 到了 1880年左右 已经有差不多一半的华人 成为私会党 入党了 一半的华人了 所以英国人就意识到 很危险的 万一他们好像清朝天地会 天地会在清朝这样 在新加坡也来搞这武力的话 怎么办 所以才会推行这个危险社团法令 才会把海上公司给解散等等 OK 有朋友说 本地有些字头 0428369小老君和天地会是否有关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OK 04我不清楚 也没听过 OK 28369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 不过 不过就是借用 借用从前 天地会的一些 想法 一些念头 比方说 369吧 369加起来是什么 3加6加9 18啦 18就是少林 就是少林 18罗汉 就是反清的意思啦 OK V 小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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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08可能就是跟当时的小异性有关 不过这个要进一步考察啦 OK 有朋友说 后来新加坡社会党里面的乡主 草协 白伞 这些主 职称 是不是借用自鸿门天地会的 答案是 是的 这些都是鸿门天地会 白伞就是军师啦 草协 乡主 乡主是 也是老大之一 对的 他们都是借用天地会的名车 没错 所以这就是 斩草不除 跟春风吹又生啦 所以当年 虽然说 殖民地政府 要就解散了 私会党 可是解散的过程中呢 其实也就是 把这些私会党 推到地底下 对吗 让他们在地底活动 所以在地底 其实他们搞了很多事 我们在 就更加难的 更加难管制了 其实老实说 在 世界各地 政协 都是并存的啦 虽然说政协不两立 不过他们都是并存的 最主要是能够管制 世卫党也是一样 你要能够管制 把他们推到地底的话 就很难管制 基本上是这样 是 比如说这个 华明慧是 他要加强赌博 因为华人真的是赌博 赌得太严重了 当时 毕起零就要管制 使到世卫党收入 受到冲击 怎么办呢 义福 就派了他一个党员 蔡雅西 就拿斧头来砍 这个 这个 毕起零 毕起零就受伤了 结果呢 政府就说 我不准你们华人 办中元节 这种就是 怨怨相报 他说可能中元节 跟你们 社会党有关 你们在 那些元宝拉 那边藏了 暗器什么 所以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不准你们做 你们在五角旗 旗楼 也不可以摆东西 因为你在那边 藏八冷刀 对吗 我们很多 即使到了我 七十年代 我还亲自在 我住家附近 正南街跟 福南街 两方 他们打起来 是怎样打 就是在 在沟渠底下 把八冷刀 凑出来就砍 所以当年 情形也是一样的 在五角旗 在齐龙那边 就藏了 藏了武器了 所以 政府也不准 他们摆破屋 等等了 所以就很多管制 不过讲到 这个蔡雅西 砍 这个 这个地其林 也是 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因为蔡雅西 后来在法庭公正 她说 我是欠我的陶杰 十块 欠十块钱 赌债 赌 你看又是赌害人 那陶杰说 好 你去跟我行刺 地其林 四成之后 我赏你五百元 哇 十元 不用还 还赚五百元 结果真的是 二象胆变身 可是 经过警方调查之后 发现 这个蔡雅西 不只是说 被她的 义服公司的老大 指使她 指使她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柔佛 义兴党 第二号人物 第一号人物是陈迅年 第一号人物 第二号就是林雅湘 林雅湘在新加坡这地方 她是经营赌管的 结果她赌管收入 被疫情人家监管 结果哪里有钱 就没有收入 对吗 没有收入的话 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眼中 给除掉 所以这个林雅相 其实也是在背后 指使 可能在背后 指使 义服 义服 领袖就找 蔡雅西出马 结果呢 结果情形 就是这样子 背后还有其他 幕后人 心肠都是这个样子 幕后人 很难抓得到的 抓到的 都是前面 送死的楼楼 所以后来 林雅西安 就回到新山 她就继续经营 她的生意 为什么新加坡政府 不把社会党定义为 恐怖分子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 另外一位腾有说 参加黄花钢 起义的新马人士 是来自这里的鸿门吗 OK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位是 罗呼 黄花钢起义的 新马人士 其实起义的 不只是黄花钢 那年 那么有 总共有七次起义 那么 我们不排除 有新马人士参与 那么这个 就要牵涉到 这位游列了 游列在新加坡 成立中和堂 他的目的就是 组织这些 中和堂兄弟 回去革命 回去跟清朝 抵抗的 那他也的确 组织了一组人 回到中国 那这组人 后来是不是 那么 黄花钢起 那组人 新马 是不是 同盟会 中和堂的人 答案是一个问号 不过我个人相信 我们一般上 一般人 你和我 应该不会参与 这种打斗吧 那么有钱人 商人 他们是同盟会出钱 出钱支持 孙中山 可是他也不会参与打斗 所以我个人倒觉得说 参与打斗的 更有可能就是 游列手下 中和堂这批人 这批人就是听 听孙中山 使唤的 就参与革命 因为在到了1926年 新加坡还有很多 中和堂的堂员 根据当时海峡时报的 报道 新加坡有将近 可能有超过10万 2030万的这个华人 是属于中和堂堂员 只要有小部分 能够参与革命 那就是 那就是不得了了 有朋友问 以前在大马 有叫杀吉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杀吉吧 三支吧 三就是鸿门 那个鸿那三点 当时的港主制度 也是社会党一种形式 我不能够说 港主是社会党形式 不过我的意思是 说有社会党 有些是社会党的老大 比方说陈开顺 陈作港 陈开顺就是社会党的老大 那有朋友问 安乐岛事件 安乐岛其实就是社会党徒 当时这些社会党徒 被关在安乐岛上 最后就研发成 这些党徒刺杀长官的事件 18K酸干 is a fighter of the successary society is a popular position 不明白 不明白 你说的是18 18的 那些党徒也是 也是社会党人吗 我18K党 我不太明白 可能这位 Chong Hao Tang 你可以再把你的问题写 写多一次吗 OK 那么 1885年的时候 新加坡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1885年的一个 一个报道 当时新加坡 我们每次说 新加坡有 有将近一半的 华人 成为社会党徒 是不是呢 这就是证据了 这就是社团 法令下注册的 社会党 1885年 当时注册的大党 我们这里的是大党 其中有异性的 有异服的 有广服的 有广汇造的 有松果馆的 海山已经解散了 红义堂的 OK 那等等 那这些大党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他的党员的人数 党员人数加起来 有四万多人 将近五万人 在1885年 那一年本 那一年注册的 有两万人 当时总人数 总社会党 党员的人数 有五万人 新加坡那个时候 有多少华人呢 八万多华人 所以我们讲 有半数 华人 成为社会党 那是 那是正确的 不过是不是 这 这 四万多参加 社会党员都是 打打杀杀呢 我倒不觉得了 主要就是 社会党本身 它是一间公司 以公司的形式出现 他必须要招兵买马 来保护地盘 还要提供员工 对吗 他提供员工给种植员 给做苦力等等 所以更大成分就是 他们都是一种 有好多 我相信有好多 都没有参与 打打杀杀这个行业 好 到我们到他1890年 危险社团法令 飞行之后呢 这些社会党成为非法组织嘛 就潜下 潜入地下活动 对吗 所以当时到了 20世纪的时候 就出现了 刚才我们谈过 新立新啊 可能是08的前身吧 宏顺堂啊 宏顺堂是从前 从19世纪到20世纪都有了 华纪 华纪有人说是青帮的 有人说不是 18党 13太宝 这些都是 18就18了 这些都是 当时出现了一些 新的社会党 那后来这些社会党 它就有很多分支 分支就是 好多也是独自 私自为政的 各自为政的 所以到了50年代 60年代初期呢 新加坡的社会党 是最踊跃的 300多个社会党 这些都是因为 可能都是因为 早期 殖民地政府 把他们 逼他们潜入底下活动 所以所引起的 没有办法管 那主要就是08跟24 刚才好多朋友 所提的08和24 那当时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组织 是女生的 红蝴蝶 Red Butterfly 这些女生呢 她们主要是在 Shantanway那一代的那些 夜总会啊 酒廊啊 工作的啦 他们也自己组织 私会党 而且是很穷的 很凶的 很消满的 他们的对象 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那些 不交保护费 或者是不要入党的那些 其他巴女 那巴女 你不要交保护费 对吗 不要入党 对吗 好 我打你 打了还不受教 对吗 就用刀了 女为越级者荣啊 他们就是要靠脸吃饭 就在你的脸上挂两刀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些女性组织呢 她也会 会找那些情妇出气 比如说 有哪一个有钱人 她的老公去 变花惹草 找情妇 找小三 那就有 大婆就找 找红蝴蝶 来你来帮我出去 我给你多少钱 所以这半人就去找小三出去 就打小三 所以当时就是有这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个 一些人物好像说 零推迁这样 他就被认为是 不见一心的红盾 好大 这些情形都有了 这是后续了 为什么社会党需要刺青呢 刺青是一种形式 这是朋友问的问题 社会党要刺青 主要是通过这青来辨认对方 我们是不是 自己人 而且这个青也会代表你的地位 一位朋友说 我是一名学生 想要请问公司 公司会馆跟私会党 最籍贯的代表 作用是相同的吗 早年的私会党 的确是分籍贯的 过到了20世纪的 私会党是不分籍贯了 他们的有些相同处 有些不同处 会馆基本上是属于比较震荡的 有些乡民 他们如果是自己过来的 自己像南洋的 而不是通过卖租载的 他们来到新加坡通常是去会馆 落脚 再有会馆介绍他们工作 所以会馆是属于正派的 是受到政府承认的 社会党是受到政府管制的 这是最大的不同点 福建社团和秘密社团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朋友问的 秘密社团就是secret society 不过那些会馆呢 会馆本身是另外一种互助组织 它不是通过犯罪 不是通过打斗来取得经济效益 或者保护自己人的 而是通过震荡普及 OK 一位朋友说 是三个集办创造的 大部分时间是为别党做打手 好 谢谢 CID好像非常清楚 现在社会党人员有谁 对 所以有人这么说 在新加坡 不管你是0824沙拉高 不过你敌不过高高高 你敌不上999 我们新加坡的警方还是很厉害的 OK 有人问双红棍 我相信双红棍是一个领头羊 禅三也是社会党吗 我不晓得 有个朋友说 社会党不就是组织一个社会群体 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吗 不否认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目标可能是反清 可能是保护地盘 可能是赚钱 有朋友说现在存在的社会党都是一群坏人 现在我们的警方会说 这些社会党员就是 街头党 不过我个人觉得社会党 不管是天地会也好 现在街头党也好 其实它都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存在 不过无可否认 现在的社会党 我相信跟从前的社会党 有一个最大不同点 就是组织比较幻散 不像从前那么有组织性 而且也换了形式存在 比如说有些独季 做金银独独独独独 这些 不排除他们背后就是社会党 刚才我们有谈过说这个游猎 它在成立综合党 那么综合党到了1926年 还有20万人 综合党也在B30做了一个总坟的 游猎是广工人 所以在广会做B30做总坟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总坟 总坟的意义就是 你们赶赶去打吧 你死后我们会在总坟败尽你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会成为护痕野鬼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总坟 它的写法 和新民共同努力 革党 什么 和气勇为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 是没有意思的 它是这样的 革命新党 民国共和 然后一定要这样子读了 所以这些都是要解密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 给稍微快快地看一下 一种一些 社会党的一些天机吧 这幅画 这幅画 这幅图是在国家博物馆拍摄的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有一间小小的房间 就专讲社会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整个社会党 是这个地方 的摆设 所以有香炉 有牧羊城 有插着军旗 武军军旗 等等 有一些摆设 那么 这里 它有写着这样的一个 三川口 首先是最高的三川口 中义堂 三川口什么意思 写字写一半 红顺堂 红顺堂 三川口 中义堂就是拜官公 红顺堂是拜官公的 也叫做官 它也是官帝会之一 五军司令 这里有五军司令 五支军旗 那这五军就是少林五祖 后来也有后五祖 然后这里牧羊城 牧羊城插着五军旗 牧羊城本身就是基地 社会当的基地 反清的基地 香炉插着反清复明 这是天地会成为初衷 所以在桌子上 还有一些白散 有一些蒜盘 这些都是有特别含应 就算你大清 那个死运不计 快要灭亡等等 那些我们以后可以解释 那么当然大家入会 那就要念三十六师 鸿门三十六师 那这三十六师呢 有一些第一是 就是自入鸿门之后 必要顺天行道 孝敬父母 第二 自入鸿门之后 必要尊老 爱幼 等等 然后那截着下来呢 他会写很多文字 每一世后面都会写很多文字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违亏的话 你就会被砍死了 被天打雷剔了 你你下南洋就被海水淹死了 回中国也会被海水淹死了 被鲨鱼吃掉了 你在新加坡会被老虎吃掉了 所以这些都是很本土化的 很本土化的这种宣誓活动 不过三十六师 你先打扰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好像这种私会党 它的煞雪为盟 是不是一定是必须的一个仪式 是的 煞雪为盟是 煞雪为盟是必定的一个仪式 就是当你在路会的仪式上 就是有那红棍 红棍就拿这只凤凰 就是公鸡 他把公鸡的头给砍掉 然后就把鸡血 倒在一个碗里面 这个碗呢 就已经有那些白酒了 有那些白酒 清酒就在碗里面 所以就跟这些鸡血混合起来 然后就每个旁 就有自己的一些规矩 有些就是把自己的手指 割了就滴几滴血进去 那么有些呢 就不需要了 然后就每个 不过每个人都必须要 沾这个血酒 尝一口 这就是煞雪为盟 大家都要尝 尝一口 大家尝一口 就是变成了血 血泥 大家血都混在一起了 你龙我龙 所以呢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中你了 所以大家就要 就真的是结成兄弟了 那现在的街头党也是 还是有这样的仪式吗 现在街头党 我相信没有 它也是应该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 为什么那些加入 当年加入社会党的人 他们不敢推出呢 主要就是因为 在其中一事 他想到 如果你要推出的话 你是要被众人拳打脚踢 剑刺刀割 所以如果你就好像走过了少林 108牧人巷那样 如果你能够活着出来的话 你就退吧 如果你不能活的话 你就一死了之 你被打死也不惯了死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当年那些人都不敢推出 有什么资料显示 19世纪新加坡社会党 真正参与犯性股民的活动 有的 就是在那个小刀会 小刀会当时的新加坡福建一新 就曾经派人 去到上海那边 参与这个活动 当时那个 Northern China Herod 就英国人的报章 就报道过 不过更大成分 我觉得很多都是变治了 已经没有什么 支持反性肤民的活动 还有人问就是 本来他们是反性肤民的 不过后来呢 他们就跟政治相关 我觉得他们参与政治的行使性不大 碧麒麟也觉得他们的政治也性不大 所以他们没有参与本地的政治活动 这样请问 OK 另外一位请问 麓麓斗是什么意思 也像是三川口一样 你看得很细 我没有提 你到时看到了 其实他有可能跟李志诚有关 麓麓斗是他可能跟李志诚有关 待会儿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谈 天地会跟永春泉的历史都有 都有无主 都跟南少林有关 人物名字却不一样 两个有关 永春我不大晓得 不过洪泉 洪泉就跟这个有关 那么都有无主 因为整个社会党的发展 就有所谓的前无主后无主 前无主就是那少林无主 那么后无主就是有后来五个人 他们有另外五支旗 因为少林无主死了 死了就有继承人 所以就有后无主 洪棍是不是党员 洪棍是老大 坐管 坐管应该是跟 也不是乡主 可能是李氏之类的 替天行道的另个写法 不大明白这意思 你是说那个目利斗士跟替天行道什么 不是的 目利斗士跟李志诚有关的 因为社会党也觉得 李志诚 李志诚 他们觉得说李志诚 其实也是 他们觉得李志诚是反清 李志诚 李志诚 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提到 就是您提到那个 那个帮派之间的这些社会党 那我也好奇一个现象 就是说 那新加坡的这些社会党 有没有输出到这个邻国 或者说跟他们有合作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 史料 还是说他只是局限于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活动 一个范围 早期曾经说过 新加坡的社会党跟马六甲 槟城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过后来 社会党本身是很隐秘 那么后来的发展 我个人倒觉得说 都是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 就即使说 去到小刀会 在上海小刀会那些事情 像新加坡福建一姓 支持小刀会 不过也没有看过说 有马来西亚的一姓 柔佛州的一姓参与小刀会 就没有相关的报告 不过以现在来说 就好像刚才我提到这位 台湾的老大 去到新山洪顺堂 参与一些 去喝酒 参与一些晚宴 我相信 他们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 有些活动 不过就有点像我们会馆 跟会馆之间 基本上是局限于联谊 那么对 刚才我说到这个天运 这个异性跟天 跟那个 反清小刀会有关 首先这个异性 我们都知道 这是异性的收据 你加入异性 就有便宜一张收据 异性就是19世纪最大的 反对党 那个私会党 天运 你看他用天运 就是用上海小刀会的联合 那他是支持 这个异性 是支持小刀会的 我们可以从North China Herod 53年的报导看得到了 那么此外呢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居住实力 新加坡 希腊 新加坡 那么他讲这些人是居住在希腊 那么这里有万纪 就是指那个结万为纪 万云龙 所以 然后还有这个八卦 这个八卦图 内有乾坤 那么 洪顺堂的 新加坡洪顺堂的 这些原件 大家都可以在 国家博物馆看到 洪顺堂跟金兰郡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 他大家有运用这些 这些特别的文字 青气黑气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代表天跟地 还有这几个字 在字典上是看不到的 指的是参泰弘化 其中两房 洪顺是五房之一 这是另外两房 那么 有松伯 客家馆 他用五组 你看 少林五组 OK 所以当时在新加坡 青年堂不在新加坡 远甸就有 有二房 就是洪顺堂 嘉后堂 参泰堂 洪化堂等等 那这个 一姓一福 这些应该都是 属于二房 对 刚才我说这个 内有乾坤 我们 可以多两分钟 余博士 我们就两分钟 来谈一下这个图 可以的 李博士 可以 用两分钟时间来讲一下 这幅很特别的一幅 一个八卦 那么这个八卦上面 它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首先就是 你看 清气 黑气 基本上就是 天地 对吗 然后这里有 这个三角形 对吗 三角形就代表 红三合会 OK 那么 这里有 共红和合 结万为祭 对吗 这个就是 如果 这个 这个是用万 就是根据万云龙 和合 红和合 就是鸿门 跟三合会 应该是相同一个组织 结万为祭 跟万 万云龙有关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 千 变万 画 跳来跳去的 不能够这样练 千变万画 所以指的也是万云龙 对吗 OK 然后这里 这两行字 关 不正 变 龙 关 不红 龙开 不红 没有意思 对吗 所以我们就要去解码了 去解码的话就是 红 红 不 红 不正 变 龙 关 不开 这种就是内行人 就是他党内的人才可以看得懂 对吗 所以 红不正 变 龙关 不开 或者不开 龙关 都一样 就是 OK 如果 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我们鸿门的 我们就 你就不能做 做皇帝了 你看这个飘 风是特别大 一路顺风 对吗 那么还有就是他的暗语了 这里的暗语 这些什么意思 我们就要去跟他分开来读了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红阴无人知 自此传得众兄弟 后来相认 还原时 所以这就是他内部的暗语 如果不懂这个暗语的话 肯定就不是 里面的人 对吗 所以他里头很多 这幅画 就是刚才我提的 他天地会 要好多资讯 就是藏在这幅画上 文字图画 都是在这幅上 所以能够熟读这张图 能够看得懂这些文字 为这些文字解码 我相信您就是 世卫党天地会的 官家 sorry 余博士 刚才李生提到那个红 跟红秀全有没有关系 我相信这个红跟红门 应该是有关系 因为天地会很早 红秀全是19世纪中叶了 不过红门在17世纪已经存在 所以这些图 可能今天我们就没时间 解读很多这些图了 不过反正这些图 以后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很详细地讲 这个红花亭 牧阳城 这个八卦图 还有其他好多 他讲到松柏海山这些 所以新加坡松柏馆海山馆 就是从这幅图那边取出来的 那么我们讲到少林五祖 这有少林五祖 那么这是前五祖 后来又有后五祖 这后五祖跟后来那些班 会有没有关系 我相信是有关系 跟那些五馆 那些都有关系 所以那么还有就是 你看这个刘伯温 刘伯温的那个塔 刘伯温是助援战的军师 明朝的军师 还有这个观音亭 这个观音亭就跟少林寺 不见少林寺被清廷追杀 就剩下五祖了 五祖逃亡 就逃到这间观音廟 就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迹 就促成了他们五祖 就成为五祺 就去抵抗清朝这样子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很多这些 很有趣的故事 那么我们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详谈 就花两个钟来看这幅度 不过基本上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些人呢 我觉得就是他们都是过来人 都是曾经出现人物 这是一个社会进程的一部分 我相信他们也不是说 自愿要存在 要反清 后来就流落到新加坡 后来就演变成社会党组织 等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个人自己的眼光去看 我也不会下特别的评语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 毕丁林怎么样看 他说秘密灰色是友善的组织 没有政治意图 对他们来说没有政治意图就是友善 那么不过从华人社会本质来看呢 这些组织里头有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士 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人士 所以这些秘密灰色 社会党是危险的 这是毕丁林的看法 即使他被砍了一刀 他也是这么觉得 史特林 这个是另外一位华民护卫师 那史特林在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就送了这个铜像给新加坡 他觉得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个马六甲跟槟城 能够发展得很好 主要就是因为华人 所以他没有批判这些社会党人 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 基本上 虽然说早期是真的反清复明 不过后来真的是没有这种意识了 尤其是清朝在新加坡设立 设立这个领事馆 1877年 设立领事馆之后 基本上反清复明的意思是很薄弱的 所以反而就说天地会民意就跟结义兄弟这样混起来 就成为一种奠定个人的经济实力 党派实力的一种工具 我们也不要排除就是有些所谓的社会党是正派的 他们是互助的 当时会发生那么多动乱 我相信也是跟殖民地政府的这种管制 无关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管制 这是 就是一点反感 那么 对 有些快快地回答一些Q&A 那些钱给社会党用 有些钱就是他社会党本身会出一些 其实是那些住宅款 他们会自己出一些钱币 那么这些钱币只可以在自己的 妓院 自己的 烟管 来使用 所以肥水不流 外人田 那这样他们有参与日本军的战斗吗 OK 在简镇 在大简镇的时候 有九个 有这个三下奉闻的条例 有九种人该杀 其中一组人就是社会党 所以 社会党有没有参与那个义勇军 我相信是有了 有人说在社会党 香港的山河会比较接近新加坡 台湾比较远 的确 台湾的 台湾的情形是很不一样 台湾的志工堂是在 革命成功之后才成立的 新加坡社会党只提供消息 马来要派人过来动手 现在就新马社会党联盟了 OK 谢谢你的内幕情报 有一个寓意深刻的印章 的确是有 有朋友说 有后续吗 他一定要报名 好 谢谢你 OK 有朋友说他有两本书 记载着这些社会党的 如果没有机会 好啊 谢谢你 我很有兴趣的去看你那一本书 给我开门 不见张州东山 康梅古城 最说是牧羊城的原样 这个很多说法 有人说是张州 有人说是李志成的家乡 有人说是在广西 所以莫中意识 OK 有朋友丁娜问 Is it true the term secret society used only in Singapore 新马都是用secret society 因为殖民地政府的关系 是殖民地政府发明这个词汇的 我觉得红跟朱元璋的红武有关是吗 这位朋友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用红 红武的红来 来表示反性负名 I mean that token is not the coins 三八二十一对吗 啊 丢开门 对了啊 三八二十一就是代表红 的确 那他的确有那种 红 This SS topic can have second series Jeff who won 啊 我想要问SUSS 好 谢谢 谢谢李国亮先生的精彩演讲 大家都可以看到 李先生手术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史料 相信听众的一些要求啊 要有第二集 应该可以期待 我们也希望说下次李国亮先生有时间 也欢迎再到大学来做客 那结束之前我想就请余博士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刚才李国亮先生的一个分享 谢谢 余博士 谢谢李老师 其实我只是疏通了 我听这个课题 当然我觉得信息量也是非常的大 从这个19世纪的社会党 然后讲到这个他的渊源 从这个天地会 然后红花会等等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 因为我我我我对这个历史 我也是带着学习的心态 所以我我我我没有没有更多的想法 我只是听 然后听得也很入迷 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笔记了 这样的 然后我是听到很多信息 然后我是觉得 总体上这个李生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他的这些这个演讲 很多都是从这个史料当中 整理出来的 所以我听到整个的这个条理梳理出来 至少在史料上能够让我非常的幸福 怎么样的从这个从最早的开始演变 然后呢 慢慢的到影响到这个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社会 包括这个组怎么样的参与这个这个社会上的活动等等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感感触就是这个李生的报告当中呢 我我也学习很多 就是我提到很多的这些本地的一些人士 好像这个因为我我个人我也是比较关心的 好像比如说这个朝鸦制啊 这些陈旭年啊等等啊 还有这个啊 我我也有有有有很多新新鲜的史料 我觉得也是大开眼界了 像譬如说提到这个李中绝等等了啊啊 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呃 如果有机会 我很想很想请这个李先生 如果把他的这个课题啊 或者说这些资料啊能够整理出版 那可能啊这个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大饱眼福啊 当然今天的时间可能就是可能比较匆忙啊 但是我看大家的提出的这些啊提问啊等等啊 哎我我自己我也我也学习很多 所以呃 我我今天的角色是做书童的 其实啊所以呢 其实在这么多的这个信息量当中呢 呃我是觉得我也是在慢慢的梳理这个 哎我觉得呃 现在这个呃 尤其这些啊 文化当中的这些呃 背景啊发展了等等 呃我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很需要像这个李先生 这样的一个专才啊 给我们呃做一些呃演讲啊 这样的话让我们这些呃新移民也好 或者说这个年轻的一代也好 能够呃认识更多呃新加坡 或者说新马一代的之前的历史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非常期待李生的下 做下集的演讲 谢谢 谢谢于博士 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也是收益很多 但也很惭愧 因为李生该分享的是新加坡历史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作为本地人 其实很多时候 感觉好像没有太关心这个部分 所以很感谢李先生这么多年做的努力 然后收集包括做一个这样的研究跟分享 当然我是觉得作为大选 我们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一部分的推动 包括不管是私会党也好 或者同时存在 刚才有一些听众问的会馆 这样的一个作用 跟如何面对私会党这么势力庞大 他们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所谓的政道 然后服务相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会不会也同时害怕私会党的渗透 或者是取耐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如果有第二集 或者是第二场演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新加坡的当时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的一个 一个特点 或者是一个不同角度的去理解 所谓过去的这样的一段 历史对于我们的意义 包括未来我们怎么走的一个 一个指引或者是一个 一个想法的考虑也好 都很重要 对 所以我也希望说 李先生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 欢迎再回到大学来做客 然后也很期待我们下一次 能够有第二场的一个演讲 今天也很高兴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们回答了许许多的问题 总共大概将近五六十道题目 虽然时间有限 不过总是要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对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在周末星期六的下午 陪伴我们多过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那么期待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李文亮先生 谢谢余国士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后会有期 谢谢 谢谢